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阴雨沉沉 至少远眺马丘比丘的时候 希望能有个蓝天白云吧 嗯 太人品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最后见是2021年的3号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亚马逊的云雾林 也不算离开了 走到边缘 正是开始这11.9公里的马丘比丘发现之旅 这就是后半段 当年那位美国探险家发现马丘比丘的整条道路的最后一段 而当年西班牙人入侵这里的时候 毁坏了很多古迹 见到了他们自己信仰的一些教堂啊 建筑之类的 但唯有马丘比丘没有遭到丝毫的破坏 今天我们会从远处跳往到马丘比丘那个神迹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天气呢 走完这12公里再说吧 我们现在穿越的是一片卡丘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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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 咖啡磷 可可磷 這都是還沒有成熟的可可 下面就是 種植咖啡的農戶人家 看那邊的琵琶都已經成熟了 掛在了樹枝上 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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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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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班人機 在这个小道上又发现一个蘑菇 不知道能不能吃 请问一下导游 这个蘑菇能不能吃 这个蘑菇还是有毒的 但闻着好香 吃了这个会拉肚子 哈哈那真的好香 what's this what's this 嗯 i like flavor right 这一大片这种蘑菇 不知道可不可以吃呢 这种去问问 原来生竹粉是苦的呀 嗯 补充一下能量 你看我看到了什么 一个巨大的蘑菇 这么大这么大 虽然还是第一个蘑菇比较可爱 哇塞 这蘑菇被拉起来的感觉太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蘑菇 哇塞 这里好的那种毛茸茸的蘑菇 上次有见到过的 又见到了 这次是一大片呢 嗯好可爱 再来感觉一下 拔蘑菇的快感 哦 它是这种 没有根的 这样子的 看到了吗 天呐 这桶里里面好多蘑菇 可是我都不认识 再来感受一下 拔蘑菇的感觉 哇 我发现一种 新鲜的蘑菇 一层一层的 很红蘑菇 哈 红竹笋 看 这么小 火了 看 还有这种小小的 木耳菇 在这种 长满青苔的 腐木上 哇 好多 五颜六色的蘑菇 看这些硕大的蘑菇 好多好多呀 可惜都不难吃 我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了 哇 哇塞 这里的丛林更像丛林 总觉得有生物在这个丛林间穿梭 但是它又不出来 我觉得我以后一样带我的孩子 再来走一点这个路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条徒步之旅了 还好来了 算真的很累 我的行李已经没有背了 比较可惜的就是 没有看到什么小动物 算是 马丘比丘 亚马逊雨林 蘑菇之旅 太蘑菇的大姑娘 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雨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之一 就是这些蓬勃的生命 每一棵渺小的植物 在雨后阳光中 都会抓紧一些可能性 自然 茂盛 茁壮的成长 也许不能长到很大就 夭折了或者被动物植物吃掉了 被人类毁坏掉了 但是她们仍不放弃每一次鲜活的机会 8点半 到顶了 翻过去就可以远眺 马丘比丘 这里有个休息站 但那个小姑娘告诉我 这两种菌菇不能吃 我说 放心 我知道的 秘鲁的 非商业 土著人 还是非常非常的淳朴 8点23分 到达第一个驿站 哎呀 有三只小狗在这里 欢迎我们 终点就在那里要翻过那个山丘 到达另外一边 就可以远眺马丘比丘了 这里有个超棒的营地 在这里 刚刚那个驿站上面 两座房子之间 大家可以到这里来露营 9点10分我到了山顶 但是啥都没有 现在到了一个印加古纸 数千年的哦 印卡拉帕达 哇 看看这一些千年前 建造的石块 哇 它是一个家庭 啊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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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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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没有蓝天白云 但是 马丘比丘在哪里 哈哈 马丘比丘 他在哪里 这就是马丘比丘 这是是古今海银 归 到岘梅里 还有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山 最后的山 是维亚的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一兔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3号 我现在已经到了印加古道 马丘比丘古城对面的这种山峰的印加古房屋 这里已经可以远眺它了 看到那片青色的跟墨绿色的不同的区域没有 那里就是马丘比丘古城 而这条山崖中的小道就是印加古道 这座存在了4000到6000年的古城 至今不知道是谁建造的它 它里面的很多神殿还有它的房屋 都有非常精密的构造 涉及天文地理数学 明天我们就能走得更近去见它了 不过现在在这里远眺 更能看到它的一些精妙之处 比如说它是怎么建造在这些群山峻岭之间 它为什么会选择那一块地方 有没有一些神秘的宇宙的指引在里面呢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这么高的山峰 它们是怎么建造上去的 那些食材的材料是怎么上去的 而且4000到6000年之前 它们怎么会有这样精湛的建造艺术 还有数学天文思维呢 至今无人破解 也许这就是宇宙和人类的奥妙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来到了这里 哇塞我是小黑兔 但是我到了一个黑蝴蝶谷 刚刚那个蝴蝶全部在我前面 这个小道环绕 现在飞到上面去了 还挺有意思的 黑色蝴蝶谷 哇大家来一定要带驱蚊水啊 你看我的手 还有我的手肘 被咬成什么样了 因为太热了嘛 看悬在崖边的印加古道 皇家之道 但是有人说 其实马丘比丘 只是作为他们水利工程的一个居住群 就是它整个古城的建造 只是为了水利的一部分 上面呢 也有各种的太阳神庙啊 还有祭祀庙啊 居民居住的区域啊 打光显贵居住的区域啊 但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的领导者 神权拥有者居住的地方 哇天哪 突然从丛林里面出来 有点暗无天日的感觉 自己的这片草地 一下子就亮下了我的眼 这里眺望 印加古道和马丘比丘 好像更有意境呢 哇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整条古道 自己来也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必须一段一段的路走 到每个地方都要休息一下 更或者说可以 叫一辆车子 把你的行李运到下一个出口 然后你攀爬过这里 轻装上阵嘛 下次来就有经验了 不过还有下次吗 我的团友们已经到了 我已经在2500米 另外一个眺望点 可以眺望到马丘比丘古城 还有这个印加古道 这条亚马逊上游的河流 黄色瀑布 哇塞 今天天气其实挺好的 这样云雾缭绕 就好像真的增加了一点神秘的色彩 这几天我们经过的这几座山 Zachantai意思是White Mountain 白色的山峰 Humantai Humantai 就是最高的山峰 而马丘比丘 就是Old Mountain最古老的山 云雾缭绕的安地斯山脉深处 亚马逊丛林环绕的这片大环境当中 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交通工具 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来帮助你 那些普通的人 哇 就在这个山巅 建造出了这样一座神级的城市 而我们今天只能远远的眺望 或者凑近带着一双懵懂的双眼 去感知去猜测了 还有一个很好的露营地和住宿地 也是很好的景观点 我已经看到那边山巅是有篝火的 这个桃地上也是有篝火的 这一个咖啡厅里面是有住宿 而且有WiFi的 所以自由行背包客 记住我给你们打卡的各个点灯 这个经典徒步路线自己来走 也是可以走下来的 并没有那么的危险 但是时间就要准备充分一点了 好 感谢观看